一部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百代谈兵之组 一部响与世界军事理论界的中华兵书瑰宝 孙子兵法究竟只是神机妙算的兵家韬略 还是放之四海而极准的普遍真理 穿越人类两千年的战争黑洞 今天的我们将如何学习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所著 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 《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 思想内涵丰富 逻辑缜密严谨 自问世以来 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曾被意为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成为相遇世界的兵学经典 在今天生活中 《孙子兵法》被广泛研究 和应用于其他领域 那么我们现代人 又将如何来学习孙子兵法 使他能够发挥新的价值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讲《孙子兵法》的第二篇作战 在所有的战争中 作战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但是《孙子兵法》在这一篇呢 却不是重点来写他的作战 而是他的作战中不要持久的去打仗的一种原则 大家知道第一篇呢 孙子讲了战略的总体思想 就是不战而屈人资兵的总体理论 和作战中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 那么我先说一下语约文 这段话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作战中首先打的是消耗 打的是粮草 打的是所有的战争的准备 现在说白了就是在打铁 所以说各国作战中 无不考虑自己的战略物资有多少 然后能复取胜 大家知道 铁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 它的军事力量一度死去超过了美国 在八十年代 但是从八零年 它进军阿富汗以后 一直打到1988年 国力非常衰竭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作战中 如果不能计算自己的消耗 不能考虑的物资消耗 这样是会把国家拖垮的 美国也是如此 大家知道1967年 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 当时在美国的外汇市场上 是35美元 换1盎司黄金 那么打来打去 非常大的消耗下 美国的金价飞涨 然后美国又想保持黄金和美元之间的比例 35美元 那这时候美国实在吃不消了 直到1974年 美国再也打不起了 决定停了下来 所以说战争打的是消耗 物资的消耗 宋物资在这一片中 就是告诫人们 打仗一定要去节约物资 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胜利 这才是高明的战略者 说到这一原则 我们也同时考虑到 一个国家发展经济 是最根本的一个任务 只有经济发展了 国力强盛了 你的军队 才能在外面打胜仗 大家知道 在海外战争的时候 美国第一次海外战争 出钱很少 主要是北大西洋 各个成员国来出的经费 特别是日本 出了很多经费 所以使美国在第一次 1999年年的海外战争中 迅速取胜 击败了萨达姆 在人类历史的场合中 在世界各地 总共发生了 一万五千多次战争 在这些战争中 巨大的物资消耗 特别是 我们具有五千年 传统文化的中国 仔细看一看 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树木 还有吗 都是在各个地方的战争中 都砍伐掉了 烧掉了 或者建房屋 又被战火烧掉了 中华民族 从来不缺乏战争的智慧 但是呢 战争也给整个民族的 带来了无尽的创伤 特别是1840年的 雅片战争以后 我们这个民族兵非 军阀后战不休 从1856年的 第二次雅片战争 到太平天国起义 撒得人头龚龚 以至于到后来的 北洋军阀后战 日本人的入侵 以及国内三年的解放战争 所以 作战并不是对国家 有利的一种事情 同样我们 这个国家 也饱受了战争之苦 宋物贼第二篇中 主要是谈到了消耗 战争是对物资 最大消耗的一项活动 会造成国力的衰弱 甚至民族的威望 接着我们讲讲 他的第二段主要文字 宋子说 其用战也胜 久则动兵错锐 功成则力缺 久不思则国用不足 服动兵错锐 趋力弹祸 则诸侯称其弊而起 虽有智者 不能杀其后也 故兵盟着素 未读巧字久也 服兵久而国力者 未自由也 故不静止用兵之害者 则不能静止用兵之力也 他这个词之下 重点的句话在于 兵久而国力者 未自有业 我们刚才谈到了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 在快要结束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讨论这样说 他说 我们在一个 不该打仗的地方 不该打的时间 发生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而且一打就打了七八年 所以这就是 服兵久而国力者 未自有业 没有哪个国家 靠长年打仗作战 来获得国力发展的 每一个民族 都希望在世界各民族之灵中 获得长足的发展 国强名胜 那么就必须在作战中 同时考虑要少打仗 或者不打仗 来发展经济 中国从1953年和美国 打完了朝鲜战争以后 是和平了几十年 当然中间还和越南打了一仗 所以我们感到 在战争中消耗了很多的国力 当时和美国在朝鲜战争 打仗的时候 东北几乎所有的物资消耗 都要去用去战场 去资源战场的用兵 这就是刚才孙孟子 只谈到的 服兵久而国力者 未知有业 包括美国现在国力的衰微 也是与他长期打仗 也很大关系的 这是美国国会提出的一个报告中说到的 比如说 伊拉克的第二次战争 美国泄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 而且 伊拉克还没有打完 又泄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使美国现在切债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那么谈到这因素的时候 就是说 任何一个统治者 不要以为自己兵强马壮 就可以对世界耀武扬威 打仗是要消耗国力的 打仗是对本民族产生副作用的 有一次我在美国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 这个出租车司机说 我认为美国有些地方不好 我说为什么不好呢 他说 假如一个父亲和母亲 把自己的孩子老送出去 跟人家打仗打架甚至打死 你觉得这个家庭 这个政府怎么样 这是美国一个很普通的 白人斯基这样说的 我们改道 任何国家只有全面发展国力 国富名强 科技发展 创新能力增强 这样国家才能 有一档 包括一档 董 一档